其实川普的这种显得很急 不断的施压 他不是近期的事情 从贸易战一开始 他就是这样 这是他的一个谈判策略 就是说 而且不仅是川普的谈判策略 我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谈判 就国际谈判经验 都看出来是这样的 西方的他的策略总是这样的 我呢把我的好的敬仰 我把我的善意都给你提供出来 我告诉你我的诚意 就跟那个库德罗说的 这表示我们的诚意 如果你接受呢 对大家都好 如果你不接受的话 对大家都不利 但是中方他永远是误判 因为他一旦看对方释出善意来呢 他就觉得你软了 你不行了 你盯不住了 所以呢实际上他的误判呢 就造成他每次美国释出善意的时候 他变得更强硬 而他一变得强硬以后呢 就让川普反过来 就开始把贸易战加码 制裁加码 所以到目前为止 关税一次一次加 都是由于这样的一个 诚意造成的误判 误判造成的制裁 这样来走这么一个循环的